台湾预计大概何时 可以看到小改款的Forester呢 我们都知道 这款全球战略车Forester 它在六月的时候 就在日本上发表 然后前几天才正式在日本开卖 那这个车子 我刚刚都讲是全球战略车 那什么意思呢 就表示不管在日本 还在台湾看到都会是一个模样 那这个小改款呢 我觉得它的改款服务算是有诚意的 因为呢 它在外观上来说的话呢 它本来比较直线 比较觉得有点呆板 但是现在小改款之后呢 我个人觉得它有点像中古世纪的盔甲 它的车头变得更壮硕 举个例来讲 它的那个六角形水晶护照 凸显得更明显 然后它的头灯呢 也变得有点像7字型的感觉 让它的整体的车头扮相呢 感觉就是更活泼啦 应该这样讲 一般我们都觉得苏巴路的车子 开起来了啊 然后各方面都很不错 但是就是看起来好像稍微有点 中规中矩 对 闷了点 现在呢 加上这个车头扮相以后 我觉得它的型就出来了 你一看到它就知道 这个就是Forester到了嘛 那不过我们刚刚稍稍讲了嘛 消费者应该最关心的是 到时候进台湾会是什么车型 会是什么引擎 目前还没有这个消息 只能说呢 最晚最晚 理论上今年的年底 应该可以看到 除非有什么变数啦 所以说呢 再等一下 这个车子 马上就会在台湾跟大家见面的 真的 我们其实蛮期待Forester 能够装上了那个涡轮的引擎 在台湾销售嘛 因为其实之前有 后来这次改款就取消 就只有自然经济 好像少了一个味道 所以有一些消费者说 你怎么不给我们涡轮呢 希望那个小改款之后 有一些涡轮的选择啦 那刚才看到的是Forester 算是属于苏巴入品牌下的扛把子 那在苏巴入旗下的二当家 销售的二当家自然就是XV嘛 而且21年是 其实它也在配备上面 甚至于在价格上面都很有优势 对 我觉得如果要讨论到 这个苏巴入这个品牌 它一些核心的技术 我们刚刚有聊到像SGP的平台 对称式的四驱 水平堆卫引擎 甚至是i-Sight系统 这些我觉得展演的最好的一台车 其实是关于讲到二当家的XV 因为它的车身结构 其实比较小一点点 车长呢 虽然大概四米五 比一般的CUV 我们现场看到 可能再长一点点 可是车体的结构比较扁 那因为它边形成比较高 它是一个具备有真正 offroad实力 而且有越野模式切换的一台跨界CUV 我相信如果你要讨论到这种 比较有这种outdoor性能的CUV 大家可能会想到 以量来说 差不多的Suzuki Vitara 不过以XV来说 虽然它价格的急需定位不太一样 但是它的这个性能实力 我认为是强悍非常的多 当然产品取向也不一样 那刚刚有讲到 其实这个品牌不断在丰富 他们的产品线 甚至把i-Sight这种高阶的驾驶辅助系统 慢慢作为全车系的标配 那XV其实我记得我们在跟Forester 差不多的时间 我们也去试车 因为它也做了一个年式更新的小改款 把一些科技或是性能的元素 再强化一点点 最大的重点 就是在二零年式之后 X mode变为车型的标配 所以你可以去切换不同的驾驶模式 什么历史 雪地 泥沙等等 真的 万一也开过 真的有这种很硬的这个实力 那以编程来说 过去有分没有i-Sight和有i-Sight 那在几次的年式调整 在二零二零二一 现在正年式的车型 其实只有单一车款 就是二点零的i-SES的 就是i-Sight的车型 那以定价来说 以前的有i-Sight的版本 其实是来的比较高的 大概一百一十万以上 那现在呢 原厂是开出一百零七点八的 这个原厂的建议售价 而且送一个好像是三万块的购车 等于104.8 如果你刚好有旧车要淘汰 旧换新的补助 等于你现在 有可能一百万以内 九十九万八 就可以买到一台原装进口XV 我觉得可以去开开看 这台车的底盘真的很棒 真的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 这个月份的促销活动 而且还有一些什么 帮你缴排床燃料税 然后九十万三十六期的 贷款的优惠等等 所以我以购车来说 现阶段入主 因为毕竟车还新 它也不是多旧年式的一个车 车新然后配备丰富 而且接下来它的产品线 不管是Levolk WRX这些 慢慢丰富之后 我相信它应该 以我们现在说的冷门 小众品牌 慢慢慢慢可以往比较主流的 主流那个区块去走 我觉得它不只是给你配备好 而且大家想要的这个 AIDAS也有 更重要一点 我觉得有价格的优势 现在的车厂真的是卯足了权力 因为毕竟之前有受到一些疫情的影响 在台湾的车市上面 他们必须要加码再加码 才能够刺激这个买气 那除了苏巴鲁这个品牌之外 我们知道在台湾 其实有一些小众的一些品牌 非常非常支持的这个品牌 就是Bujo 那到底在Bujo的这个品牌的销售扛把子 会是哪一台车呢 星南 对其实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讲 今天讲这个车厂的销售扛把子 其实蛮多主流大众的品牌来说 几乎都是SUV扛把子 对 但我们来看到Bujo 这个在台湾算是比较小众的代表的话 它就是以这个 现在其实第二个人选 就是所谓的跨界修理 CUV了 那就是我们现在停的这一台 Bujo的2008 那它的以7月的挂牌数 总品牌的销售是76辆 那2008就占了37辆 所以是接近一半50% 所以是成为它的销售车厂的扛把子 那相较于我们再来 几一个对照组来说 就来看福斯 那我们这节目也来到福斯 这一两个月在国内销售 算是表现非常亮眼 加上这个SUV的扛把子 体框之外 我们来抓的就是它的跨界修理 就是他们的T-ROG 当然上市有一段时间了 那以总品牌来说 7月挂了1600多台 那T-ROG也占了111台 那这两台车我们偷属一个 这两个欧系品牌的CUV 那以2008来说 它在车系编程上的这个 复杂度比较多一点 比较丰富度高一点 它包含有这个Alu Active 然后也有加入天窗的Cherro GT-Line GT不同车型 一共有7种的编程 那售价区间是929到124.9万 那相较于T-ROG的话 它编程比较简单 它是三种 但是以这个动力来说的话 2008统一都是1.23缸 但有低出力130 跟高出力155 那T-ROG的话是有两种动力 都是他们现在主力的 一个就是1.5的 这个EA21 以及2.0的EA888 那分别是150匹跟190匹 那T-ROG又多了 它有所谓的这个 R-line Performance 就是4Motion上去 你不仅可以买前驱 比较经济节能举向 那你想要比较有操控按定性的话 你可以买这个高规的330 它是有这个四轮传动 不同的选择 主要是这两个的差异 好 新年代我们看过了 在这个不就品牌下面呢 销售占比将近要5成的不就2008 我们就带有观众朋友 好好来看一下实车 来 郑杰 会选择这台跨界的休旅车 我想它在意的 消费者在意 应该不是因为空间而买它 如果你想要更大空间 3008 5008 5008可能会选择 我想要潮 我想要有个性 我想要在路上开的 不是制服车 就会选这一台吗 是 但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部分 就是感性的部分以外 其实我先破题好了 这台车我认为是在我心目中 最棒的CV 为什么 没有之一 那你愿意买吗 因为我觉得它 因为我不喜欢CV 我只是觉得它最棒 但我没有 不是我的菜 可是我真的很喜欢它 因为你看它光车头的部分 它第一次用上新世代的设计与会 就用在2008 台湾起码台湾我们看到的 是 我们之前看到像小改款的3008 5008 车头不是有一大堆像猫克动物 更明显的 然后更有精神的感觉 还有水箱护照 有更多装饰修饰这些东西 其实在2008 是我们在台湾能看到最早一台上市的 就是有这个狮王獠牙的 是的 所以说像冠宜提到的狮王獠牙日行灯 狮爪造型的LED头灯 甚至尾灯也一样是狮爪造型 这些设计再配合整台车 就是其实跟它的老大哥一样 都是那种有前面趴着 后面翘起来 准备要叙事带方往前冲的那种感觉 它都营造得非常的好 那我刚刚说最棒的原因是在于 除了冠宜提到的就是 看起来漂亮 个性独特 然后设计出众以外 我觉得它最厉害的地方 是在于它的诚意非常的实足 怎么说呢 它的诚意十足 我觉得其实我们转去车测看看 就可以知道 我基本上觉得说 以这种新世代的设计与会 它放在2008 它的比例是最完美的 对 因为它的车比较紧致 对 很奇怪 因为你看到一只猫 或者一只豹 它是不是就是要 那个肌肉很扎实的感觉 如果太大的话是不是就少了一点那种灵动的那种 不过嘉飞猫也是很可爱啊 胖胖的 那是可爱的事情 我们不现在再说帅吧 了解 我说它为什么有诚意 除了刚刚看我们说的水箱护照 你看它就加上了像钢筋烤鸡的材质 它一个车头就用两三种 三四种不同的材质去呈现 所以它车头非常的有细 是 到了车测 一样有细 不会给人虎头色尾的感觉 你看我最喜欢看的像是 它前面 这台因为是顶级的 GT的Celo的车款 所以它这边就有GT的灰饰 然后像你现在摸的偷盗镜 它就用跳色 钢筋烤漆的方式 跟车顶 连在一起双色 对 就是让你的车身不要感觉太重 除此之外呢 像门框 它也一样用黑色钢筋烤漆 但是它说下半部呢 它却用雾银色的 类金属的方式呈现 这个颜色放上去 其实很大胆 对 一般正常人是会 正常的车材 应该是会用黑色 对不对 跟那个上面的窗框是一样的 但是它就跳出来 对 法国人就是很会纵神来一笔 然后再加上下面是塑胶的黑色以后呢 你再加上它的腰线 你会发现它很特别 它的前腰线跟后腰线 都有一个类似三角形的一个 一般的车子只是拉一条线往后 它却不是哦 它是用好几个几何的形状 去勾勒住车色的线 我必须要说 你看它这样子的这个折线啊 有没有看到 后面版面有这样的折线 有没有像是 就是你的 你遇到一个状况 有一个脸的表情 尴尬那个表情 可是很可爱 在上面却非常好看 正车车看可能有那个感觉 但是你如果整台车看起来的话呢 我所有诚意就是透过这些 很多差异化的材质 跟很多的线条构结出来 它变成是一个复杂的一个氛围 所以它看起来就会有 刚刚我们讲的很灵巧 很运动化的感受 那这些像板件的凹凸折线 或者相异材质的烤漆 这些东西 这都怎么来 都要前来的 对 而且搭配起来要完美 很难 很难嘛 融合在一起 要没有违和感 这才难了 对 加上我刚刚讲的 因为这些都是成本 一般小型CUV 为了将本球力 车厂不太会愿意做到这么的 给你这么多 这么澎湃 所以我刚刚才说有诚意